1861年4月,美国南方各州为了延续自己的蓄奴制度,以保护自己的棉花产业,妄图以武巨统,以武谋独,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 在合同无望之后,为震慑国家分裂分子,美国发动了统一战争,开启了残暴的梧桐之路,对南方直接实行了三光。 面对北方军队的残酷打击,南方平民哭诉道,我们只是平民,为什么要烧我们的房子,拆我们的地,我们都是美国人呀,南北一家亲啊。 希尔曼将军怒斥道,Fuck you,南北一家亲,亲你麻痹。 当年我们说一家亲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态度,是谁他妈的在支持分裂分子,为他们叫好,并提供战略物资的。 而今是在打仗,你以为是在过家家,现在想求饶,太迟了,为了祖国,弄死你们。 关注土豆,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合同无望后,1861年,美国开启了狂暴的武统之路。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长按点赞,我们接着看。 一个坏土豆作品,播讲张家琪。 亚特兰大是美国的历史名城,1836年作为美国铁路大动脉的终点站汇聚了大量的人口和工商业,1837年正式成为亚特兰大市。 南北战争前这里居民达到了25万以上,对早期的美国来说绝对是妥妥的大城市了。 然而到了1868年,美国做调查统计的时候,亚特兰大排名垫底,滑到了100名,人口只剩下一万人。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因是亚特兰大在美国武统的过程中被烧成了白地,整个城市成为了废墟。 西尔曼率军攻打南部城市的过程中,格兰特给他下达了一条著名的命令,其发动一场浩劫,毁灭所有对敌人有用的资源。 命令明确要求西尔曼及其所属部队对南方进行不计后果,不惜代价的毁灭性打击。 不仅要消灭南军的有生力量,更要摧毁南方的经济基础和战争潜力,同时还要瓦解支持南方民众的意志。 所以,毁灭一切民生资源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简单来说就是烧光、杀光、抢光。 是的,美国才是三光政策的创始国。 1864年,西尔曼作为北方司令率领十万联邦军和254门火炮攻入乔治亚州,并于9月1日兵临城下,抵达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当时并没有什么南方的正规军队,只有不到1000民兵,眼看打不过,只好打开城门投降了。 其实,不仅是打不过,关键是美国南方佬已经被北方佬的狠辣手段吓尿了。 在西尔曼进军亚特兰大的途中,北军共掠夺了上万头马、牛、骡子等牲畜, 焚毁了沿途所有工厂和农庄,抢劫了平民的财产,杀死任何有反抗意图的人,总计破坏了400多公里的铁路和桥梁,所过之处一片废墟。 焚毁农田,炸毁村庄,用石灰封堵水井,捣毁铁路,抢劫和驱逐了一个又一个居民,烧毁一座又一座城镇,所到之处鸡犬不留。 为啥这么干呢?谢尔曼给的理由非常充分,我要不摧毁这些设施,南方老就会用这些去资敌,去补充后勤,去帮助美毒分子以武谋独。 而且我总共就十万军队,不可能打下一个地方就分兵看守,干脆全部三光。 所以亚特兰大为了避免被自己的同胞屠城,只好投降,希望他们能对自己网开一面。 没想到拿下了城市后,谢尔曼认为要把亚特兰大彻底摧毁,才能完全地震慑美毒分子。 随后要求所有的亚特兰大市民离开城市,他要烈火焚城。 城中的居民傻眼了,你嘛,我们就是普通的美国人,就是在这里讨生活,又不是分裂分子。 你要武统就武统,那去打仗啊,为啥要烧我们的家园? 何况我们一枪不发就投降了,我们是维护美国统一的呀。 你这不是不讲武德吗?我们所有的心血都在这里,你要一把火烧掉。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亚特兰大市民坚持拒绝离开。 他们以为城中有如此多的平民,联邦军队不会残忍地将他们全部杀死。 大家都是同胞啊,你不会这么下狠手吧? 南方平民说,我们只是平民,为什么要烧我们的房子,拆我们的地? 我们都是美国人啊,南北一家亲啊。 结果,谢尔曼将军怒斥道,Fuck you,南北一家亲,亲你麻痹。 当年我们说一家亲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态度? 是谁他妈的在支持分裂分子,并为他们叫好,并提供战略物资的? 现在想求饶,太迟了,为了祖国,弄死你们。 谢尔曼没有丝毫的迟疑,下令火烧全城,所有妄图阻挠的人都被射杀。 根据后续幸存者的记录,至少有500多名想守护家园的顽固分子被北方老杀害。 这场大火足足燃烧了半个月之久。 夜晚,翻腾的烈火窜起100多米高,将整个天空烧得如同白昼。 在距离亚特兰大20英里之外,都能看到被烈火烧红的天空。 白天,从整个城市翻滚而上的巨大浓烟,遮天蔽日。 谢尔曼看着漫天大火说下了著名的狠话。 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 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杀死每一个人,夺走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 一句话,无情地摧毁我们见到的一切东西。 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州都鬼哭狼嚎,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变成地狱。 我就是要让所有乔治亚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穷人和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 我的军团将毁灭乔治亚州而后快。 回想历史上这个名场面,我只能评价太牛逼了。 亚特兰大在这场浩劫中化为废墟,只剩下一条街幸存下来。 这条街如今成为了亚特兰大的一个历史象征,被叫做The Street and Grand。 这条街被称为下街,要乘坐电梯到地下才能看到。 换句话说,今天的亚特兰大都是在原来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完全是个新城市。 旧的市区被完全地摧毁,埋于了地下。 2020年11月,这段历史被美国导演克里斯多夫搬上荧幕,片名就叫做《亚特兰大的燃烧》。 火烧亚特兰大仅仅是希尔曼随手干的一件小事,为了震慑美毒分子,他的丰功伪迹多了去了。 南北战争中的转折点是维克斯堡战役。 维克斯堡,这座1825年建立的密西西比河畔的城市是南老门的重要基地,为附近棉花和肉牛贸易中心, 木材市场,生产各种战略物资,免子油,硬制木材,活动房屋,服装,机械零件等。 所以,这也是北老一定要拿下的最关键的战略要地。 但从1862年的11月一直打到1863年的7月,尽管被北老军队团团包围,南方老拒不投降。 最后,北方军队恼羞成怒,决定将维克斯堡轰成一片废墟。 北老从水上和路上对维克斯堡进行猛烈炮击,这是真正的无差别攻击。 轰隆隆的炮声一直响了47天,一天都没有中断,摧毁了城市里的所有工厂、民房、要塞,连一个房子几乎都找不到。 到最后,南老只能挖地道躲藏,以蛇和老鼠冲击。 7月4日,南老实在扛不住投降,城市中已经尸横遍野。 此战,南方军队战死1.1万人,而之后,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很多人预估至少4万以上平民死于炮火之中,无数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这场战争彻底奠定了北方的胜局,对南老的心理阴影有多大。 从此之后,维克斯堡拒绝庆祝美国的国庆,只有在1945年二战美国快胜利的时候,仅仅就搞了这一次。 被北方老这么残酷对待,南方的美国人又不是傻子,当然要报复。 奈何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实力不如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 战争一直爆发在南边,打不到北边去,于是南方就想出了一招,往死里虐待北老的战俘,弄死他们。 南北战争期间,南老搞得最知名的战俘营是安德森维尔战俘营,进去了九死一生。 所谓的战俘营几乎就是一片林地,没有房屋,没有遮拦,甚至没几个围墙,就是旁边有哨所和大量的警戒。 南方的要求是,对任何触摸,踩踏或跨越这条界线的战俘,格杀勿论。 最高峰时,这里关押了近五万北方战俘,所有人被赶进去以后,跑出来就会被射杀,然后战俘们在里面自生自灭。 没有水,全靠下雨,几乎没有食物,要帐篷自己挖树枝找树叶搭,想吃东西自己挖虫子扒树皮吃。 幸存活下来的麦尔斯少校回忆说,无论刮风下雨,酷暑还是阎冬,总在寻找粮食。 尽管他竭尽全力,仍然有几百名战俘死在营房,有时还出现战俘孤身一人死在洞穴中,却几天没人发现的现象。 缺乏食物的战俘们大口地咀嚼着树林里的橡树子,由于战俘数量的聚增,食物和住宿条件急剧恶化,导致了战俘的大量死亡。 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干掉了近两万战俘,维尔茨上尉在战后被清算,判了死刑。 到今天,美国还有安德森维尔国家历史遗址公园,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人还为虐待致死的美国战俘举办了葬礼仪式进行纪念。 谢尔曼知道自己的士兵被残酷对待,他笑了, 你们想和我比狠,告诉你们,比我狠的人还没生出来。 北老们剥夺了投降的战俘的所有物资,并且将部分战俘赶往细菌交叉感染的道格拉斯与切斯战俘营。 在奥尔顿与莫顿战俘营,战俘们则被残忍地扔进天花横行的监狱, 同时也不提供任何食物或者医疗措施,这种行为无异于是直接谋杀。 但是很快的,谢尔曼发现这样干太浪费资源了,最后开创性地让南方战俘去挡挡子弹,做肉盾,或者让他们去做扫雷器。 在一方六四年,北军先头部队遭到南军布置的陷阱,装有摩擦引线的八英寸炮弹,不少北方士兵飞死即伤。 谢尔曼决定以牙还牙,直接拉来大量南军俘虏,命令他们密密麻麻地前进去扫雷,用刺刀和子弹逼迫他们前进。 看到这一幕,谢尔曼哈哈大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下令从监狱看守那里带来大量的叛军战俘,拿着稿和铲,以密集队形沿道路前进,以引爆或挖掉地雷。 战俘们苦苦哀求,但我重复命令,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地踩在每一步都可能踩到地雷的路面上,令我忍俊不禁。 我真是期待看到他们被地雷轰炸的模样。 总之,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谢尔曼这样残酷地对待南方美国人林肯他们知道吗? 我要说他不知道,你信不信啊? 他肯定知道,并且默许的呀。 在战争的初期,美国北方并不占优势,而在后续能力挽狂澜,无外乎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林肯搞了宅地法,让美国人疯狂地吸进抢劫印第安人的土地,让他们拥护自己的政策,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全力歼灭南方的美独分子。 第二个就是谢尔曼搞了三光政策,正所谓路边的狗都要挨两巴掌,地上的蚯蚓都会被竖着劈开,碰到的鸡蛋都会被咬散了黄。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真真正正地交土武统,让南方的经济直接崩溃,军队失去了所有的后勤保障,抵抗意志完全瓦解。 北方的大扫荡给美国南方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有数以十万计的平民直接死于谢尔曼军团的大扫荡和抢劫引起的大饥荒,上百万人沦为难民。 按照当时的物价,谢尔曼的作战造成了一亿两千万美元的损失,然而其中只有两千万是为了作战利益而破坏的,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对非军事目标的破坏。 谢尔曼的行为彻底地打破了旧时代战争的界限,他把战争扩大到了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武装力量。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谢尔曼的这种行为? 这样的战争行为在同一时代的欧洲本土很难再看到,只有在之前拿破仑战中可以找到偶然的例子。 欧洲的媒体在此时疯狂地抨击谢尔曼为战争屠夫,他因此而获得一个称呼,就是美洲大陆的阿提拉。 阿提拉就是古代欧亚大陆凶人的领袖,被称为上帝之边,所到之处疯狂地劫掠与屠城, 让西方世界闻风丧胆,正是因为它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 但是对此,谢尔曼说,老子不在乎。 谢尔曼从来没有为他在南方的作为说过任何忏悔,道歉,乃至遗憾的话。 战后面对指责,谢尔曼将军则回答, 如果人们觉得我残酷和残忍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战争就是战争, 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博得人们的好感,战争就是地狱。 如果你们想停止这一切,想要和平的话, 你们和你们的亲人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这场战争。 我给大家翻译翻译,简单说就是, 谁要你们想分裂祖国的?活该! 谢尔曼临死前说道,我没有什么可以忏悔和道歉的, 我的所作所为,无愧于我的良心。 那么,对于反人类战争罪犯谢尔曼的所作所为, 美国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美国对他的评价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但真正的始作俑者,谢尔曼身后的林肯, 从来都是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排名前三。 在2018年的美国总统日, 美国政治学会发布了最新的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排名, 林肯以带领国家复苏的杰出贡献当选第一, 而国富华盛顿则屈居第二, 罗斯福排名第三。 可以说,没有南北战争北方军队最终获胜, 美国已经分裂成为合众国和联盟国, 美国绝对没有可能成为如今的超级大国。 正是因为南北战争, 因为对分裂分子的残酷打击, 美国才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确立了一致的经济形态, 为国家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谢尔曼可以说, 如果不是我这样震慑美独分子, 美国能这么快统一, 能建立自己的霸权, 能在今天一边坏事做绝, 一边还成为自由民主的灯塔? 事实上, 林肯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武统的, 而是尽最大的可能想合同。 在1861年3月就职演说时提到, 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去干涉旭奴州的奴隶制度。 同一天, 国会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 规定国会永远无权取消各州的奴隶制。 很显然, 林肯是想给南方奴隶主一力定心丸, 期望南方奴隶主停止分裂活动, 留在联邦之内。 为什么林肯这么做? 就是最大限度的避免战争, 希望南方不要分裂。 内战爆发后, 林肯仍继续回避废奴问题, 希望南方奴隶主回心转意。 当1861年8月, 西北战区司令弗里蒙特将军发表文告, 释放密苏里州犯有叛国罪的奴隶主的奴隶时, 林肯十分生气, 勒令取消。 可见, 林肯反对解放奴隶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为了合同, 他做了最大的让步和妥协。 在我们的高中历史课本上也写道, 林肯就职后, 曾试图和解, 避免分裂, 遭到南方的拒绝。 不过, 林肯的善意被南方认为是软弱, 并没能阻挡住内战的爆发和升级, 却让他们得寸进尺。 最终, 林肯下定决心开启了武统之路。 给你好话说尽, 你只当我好说话, 那就别怪我了。 我想合同, 你却非逼我武统是吧? 那我就一个答案,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所以, 谢尔曼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我没有罪, 有罪的是逼迫我们打仗, 妄图分裂国家的美独分子。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 不迷路, 精彩内容, 下期继续。